等一下 問之前我先確定一下 要很老實回答嗎 從到長榮百合之後我才決定要當老師 我以前是教書將 但是到長榮之後我發現 有很多事情其實我可以自己做決定 我想要什麼我可以帶給學生 所以我喜歡帶學生出去玩 我們就會很多機會 像我一個學期可能會有兩到三次的戶外教學時間 這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我喜歡這樣 我也可以這樣 然後燃起當老師的這種熱情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當我自己知道我可以 做我自己想做事情的時候 這時候我才想當老師 我覺得要善用手邊資源 不要什麼都自己來 其實部落學校有很多人很厲害 像我們上學期參加了一個一起舞動的比賽 我自己不會跳舞 我也不會唱歌 但是學校有老師很會唱歌 很會跳舞 很會排戲 所以就交給他們 對只要負責整合就好 那我覺得實驗教育當然 你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才會去申請實驗教育 但是當你真的要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的不足 所以多利用手邊資源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覺得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就是你是什麼樣子 大概孩子就會是那個樣子 就是要相信你的孩子 可以成為你想像中的那個 然後要等待孩子 我們如果沒有給他 這樣子的等待的機會 我們一直用學科的 學習能力去否定他 我覺得你看不到孩子的好 我補充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 在中間取得一個平衡 讓家長知道說 他來學校學的東西 跟他的學科 或者是他學的文化 對他有什麼意義存在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家長自己要取捨的部分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做任何的決定 我們只可以告訴他 跟他分享我們今天像今天這樣 分享我們的課程 告訴他們 你們的孩子來我們這邊之後 他可以學到什麼 他可以長大什麼 他可以長成什麼樣子 成功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要自己先定義好 就考試考得很好就成功嗎 還是我可以教給他一個三強品 然後他教回一個很完整的作品 對 所以其實這個思考的點不一樣 不是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讀書的 其實到了五六年級就非常明顯 他有些小孩他就是不適合讀書 他很努力了 但他就是沒有辦法理解X加Y 那我們要繼續強迫他往這方面嗎 他往這方面只是自甘墮落而已 所以在我們班上就呈現很兩極的狀態 一個就是很愛讀書的 然後另外一群就是很愛手作操作的這樣 陳世聰校長 我們校長 對 他確實是一個 就是他自己說的他是老一 就是一個方向非常明確的人 雖然他對細節很要求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達到他的目標 但是他給的那個方向 確實是讓我們可以安心的在實驗教育裡面 確定自己做的就是實驗教育 我們香港真的很嚴謹 要不然我們實驗教育不會又嚴謹又欣賞又很大顆 應該這樣講 要不然那些刀 我們不可能花那麼多錢買那些刀 舉個讓孩子去山上 他其實有比較嚴謹在做教育的人 可是他也給了我們很多的送房 讓我真的是認識所謂的什麼叫做實驗教育 他想要讓每一個孩子都成為一個完美的人 可是他就會希望這個完美是老師可以陪伴每一個孩子 他要求我們注重每一個孩子的IEP 痕跡我沒有說錯吧 對吧 對 包含現在我們線上課程 他都希望每 他要我們像文就開會 他就要我們去追蹤 為什麼孩子沒有辦法做線上課程 去追蹤一下孩子在家裡到底在做什麼 他就是很擔心孩子沒有學習到 可是我們是人就是沒有辦法 如果真的我認真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我大概會希望每一個學生 老師都要帶領著學生或是陪伴學生 要找到他學習的動力跟目標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發現 學生不曉得要做什麼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他要幹嘛 他不知道他升國中升高中以後出社會之後 他說他要幹什麼 所以如果今天他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的時候 他做事起來就會不一樣 他很明確 他每次做任何事都是會往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推動的話 我會希望每一個學生至少在國小畢業前 要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算是很明確的 你懂得要做什麼 請問一下 許多了 你才會想要做什麼 我會想要做什麼 你不想要做什麼